好 又來到這個政論 因為這是七月第一個星期五的政論 我們想看之前 拿回我們追新聞尾的精神去討論政論 因為有一件事 我發現在孟加拉期間 你們都不說 我也覺得你們處理得很好 因為大家在頭昏腦脹 一股腦疑 去寫一宗新聞的時候 很多時候反而會失誅交臂 謀之千里 講完一大論我想說什麼呢 究竟現在的年輕人對所謂權貴 authority的看法和反應 當然是講上個星期五 其實很多報章講演藝學院的畢業禮 大家看到很多畢業生對梁振興做出各種手勢 以致不同的動作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今天 除了七月第一個星期五 過了七日回歸紀念日之後呢 早兩天我們都有一件事 令我們覺得不如在一起講也不錯 因為我們去到一個討論書本文學的論壇 去到名校了 看到一些中一升中二和中二升中三的同學 因為考完事了 有趣的地方是他們看到那個活動 有家事香港的標誌 你知道現在的了 多少家事香港的標誌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所有政府都印著 是的 他們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兩個作家在 問那兩個作家的問題 然後那個學生就舉手 我有問題 你上來問吧 我就招呼他 他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說 我看到海報隊有家事香港的標誌 評判亦都有 不是評判 嘉賓亦都有提到家事香港 那我會不會 不可以拿一些 關於政治的書 走去跟別人交換 我們是一個說夏天應該怎麼閱讀 用什麼方式去看書的方法 然後我是問什麼的 我是問你有沒有問題 就問那兩個嘉賓 他說 他說我看到大會有家事香港的標誌 是不是我不可以拿一些政治的書來 飄呢 有趣的地方是台下喜紅 很開心 我覺得 這種不是代購 而是很有趣的一種社會延長 我就問他 首先第一 我想我問得差了 我明明叫他問問題 就是問那兩個作者 作者有什麼關於閱讀的事 問他請教一下 我問得肯定不好了 你一定不可以做得 他上來 根本就不是問 他上來真的問那兩個作者 但不是問那條問題 不是問那樣東西 我問這個問題 師傅問主辦單位 作者答不到你 作者說我真的住在香港 家真的在香港 家真的在香港 真的在香港 那他就答完了 我覺得已經很奇怪了 第二就是 為什麼他會覺得 不可以拿一些政治的書來跟別人交換 我真的忍不住 其實我內心有一句 是不是我貼了哪條線 不明白他 不明白他用什麼線來談的 一定是我貼了線 我很肯定是這個 所以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叫言論自由行動 打赤招牌有言論自由 我們基本上法律是保障了 我們出版自由的 沒有什麼書不可以出的 很多地方不可以出的書都在 香港人 這裡可以出的 很多內地人都會來這裡買書 這個你最熟的 他說有些書不可以交換 我不明白 我貼了哪條線 他可能是他在指第二些書 即是什麼書 他自己看過的 那些不是政治書 黃色小說那些 我完全 但就算你真的飄飄黃色小說 都沒理由不可以 你飄就是別人肯拿 你肯換 就飄了 我只是想說這樣 複雜了 我首先不明白這件事 這件事跟我覺得 這班不是小學生 因為這班是中一 中二學生 由這件事看回演藝學院畢業生 我就覺得 原來這件事是由中一二 一直到大學畢業 似乎都是一個社會現象 一個風潮 一個風潮 十年的人 這個風潮 或者這個現象 你會怎樣解讀 或者怎樣標籤 我會解讀 是一個面書的趨勢 因為你看到面書 很多時候有很多讚賞 就是你做少少東西吃飯 然後又讚賞 然後拍些東西又讚賞 但是你想想一張圖片怎樣被人讚賞呢 譬如我 我是很喜歡家事香港這樣說 當我喜歡家事香港 我站在梁振英的帖子上 這樣 你猜有沒有人讚賞我 我很快跟你說 你這張東西被人封傳 以及會告訴別人 這個人 去讚賞梁振英 一定是糧粉 甚至打擊他 說這個人沒有品味 一大堆的留言 是會蓋過這個人 原本想做的事情 可能真的崇拜梁振英 那樣東西 你說這班學生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 又舉中指 因為 如果不做 那個壓力是會被其他人吃掉的 是 所以群眾壓力 我覺得會影響他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張照片 也在網上瘋傳 我不知道是同學拍的 媒體拍的 是 還是誰拍的 這個其實就是 叫做 叫做 有度過的 嗯 因為其實他表面上就是 被屁股對著梁振英 實際上他也想玩一件事 就是他向同學鞠躬 是 這個也是被人救病得很重要的 嗯 但是我已經說 這個已經是 最有設計的 在這麼多個同學裡面 因為呢 其他那些呢 就 我在想 其他那些有沒有想過 哈哈哈哈 我沒有 我想過很久他們有沒有想過 而我的想法是 他們應該沒有怎麼想過 譬如這個啊 是 或者是 樹起宗子啊 或者是三谷公那些 太小學雞了 是 就是 很小學雞的一件事 還有那種 純粹對 權貴有這種反對的反應 本身是沒有什麼訊息的 就是我意思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想做這件事 嗯 我先不論這件事對還是不對 似乎就很明顯是不對 嗯 我們再討論這件事 我們要抽離一點 不要一窩蜂去談 但是你也沒有理由 作為一個演藝學院的畢業生 你不用一些藝術性的手法 嗯 包括你可以說是行為藝術 或者用一個更加 可以表達到你的信息 或者一個訴求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太隨便了 你隨便到一個地步是 你在反映一種什麼形象 給這間學校呢 除非你說我真的很討厭演藝學院的 我討厭到死 我想弄壞這間學校 那你不要穿件袍 你純粹不要出現 其實這個型很簡單 你戴個鳥龍的頭頂上 換了你四科目 是你自己弄的 是你自己弄的 告訴他 真的很漂亮的 我釋路說什麼 你在監禁我的思維 是的 我覺得你在監禁我的思維 其實你其實有很多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表達 你有很多方法做 而不是 只用一個粉絲的方式去做了算數 還有我覺得那種art-like的程度 低樁 你說得很正確 我幫你說了 我想不到一個字去形容 其實我想說cheap的 低樁是更準確的 我覺得低樁是更準確的 我們三個人的傳媒 其實是的 你做一件事 比如你讀中文 或者你讀英文 我已經不是罵他 我現在純粹 我是罵他的 我現在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 你有質素 是的 你的質素 原來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你做得對還是錯 未到 有排都未到 可以做得好一點 因為你可能透過這件事 變成了另一場表演 是的 我這場是畢業show 梁正英之間是報板 是的 邀請朋友一起做一場畢業show 講我們的故事 是OK的 其實 如果你有這個設計 你想得這麼仔細 然後你所有的道具 動作 形體動態 真的有合過 這個是一個所謂Stage Production 舞台上的製作 然後你去表達一個反對的訴求 我覺得你還會獲得少許的尊重 現在 如果真的懂藝術的人 會覺得 哇 這麼可憐 黃秋生一定會說 哇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算了 不是吧 但會不會真的 學生的心態也反映了一件事 如果我們說 中一二的學生 其實會是的 你看到大家的趨勢是一個潮流 等於大家玩爆船陀螺 一會兒 大家窩窩去玩爆船陀螺 爆船陀螺 小學 別說他小學雞 他拿回小學雞去 暗風 就是 你變成 你現在爆船陀螺 勾了 不玩爆船陀螺 玩另一種東西 彈珠仁 那就玩彈珠仁 是一個潮流 是一個潮流 是一種形 是一種態度 但是這種態度 如果你不做 就會被人覺得你好像歐歐 不是一個年輕人 我自己覺得就是 先侮辱 在政治上 他們現在很多的概念 經常用的 一個就是 公民抗命 一個就是叫做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比較少人說的 我覺得這兩者都很好笑 在香港 因為公民抗命 要穩定律師 那其實就叫公民抗命了 公民抗命的定義就是 不擔保 我要坐 你抓我 我坐 這是你 透過你自己的行為 我透過我的行為 這個制度的荒謬 你要公民抗命 不是 你轉身 有沒有法門 那不是公民抗命 那不是公民抗命 這樣就不合作運動 不是一轉身 是公民抗命之前 我覺得很生氣 你明不叫公民抗命 就是Paul剛才說的 又要 低莊 低座 我是要坐 我們一萬人要坐 坐滿他 我們進去再討論其他事情 另一個叫做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最經典就是甘地為止不合作運動 甘地為止不合作運動 一生人去做不合作運動 你是不是打算用一生人去做 不是一次 我給你這一次過 你是不是每一次都這樣做 還有做一個定義就是 不合作運動不是去沒有別人 是不出席的活動 我可以不去 你全場都被刺激 沒有人的 剩下梁振一個 你自己說 我們不會跟你說 正如你可以說 因為你不跟我溝通 我也不跟你溝通 這一次我這件事 都很容易 我想我們這個觀點 作為解困新聞學 突然跟其他媒體說的有什麼不同 因為有很多大肆報導這件事 你看梁振英店被人提下 所謂的反建制或者親泛民媒體會這樣做 這是很典型他們的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親建制的媒體 基本上就是一窩蜂打到學生 我們現在是 為什麼我們覺得 我們要這樣去看這個答案 就是 你要首先進入 嘗試進入他們的思考靈魂 好 當你真的想做這樣 你這樣做 都做得低樁 做得錯 做得不對 想起來了 你這樣去核心擊破它 這種是現在年輕人 反而會願意跟你聊一下的狀況 這是我想說給所有父母、家長 或者很不似這件事的上一代 甚至他們的師兄師姐 你們去狂打它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的 但是你用什麼方法去批評它 才能夠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那個才是solution 那個才是答案 而不是你用了更加大聲 對他們來說 你都不明白我的 無理的罵的方式 就是去罵他 所以 等於那個中學生 問他是不是不可以拿政治書來票 我就會說 第一 你這個問題 是direct to the wrong person 是不是 你應該問大會 而不是應該 運作者 這個你是 當你可以問這些問題 以及問得對 你 你在告訴他 選一個對象 第二 是你告訴他 喂 我們有自由的 為什麼你會自己規範自己 你不應該自己規範自己 當然 到最後我都說 如果我令你不高興 我都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 問問題是對的 我覺得 我說完這句 台下真的有像聲 他們會覺得 咦 其實多了一層的事情去想 我覺得 人之患再好為人私 我不是想教他任何事情 我將心比己 如果我是他 我問了這條問題 我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再問好些 我可不可以再做好些 這也是我們大家所說的 大家狂秉APA的畢業生 我覺得秉夠了 秉了整個星期 我們特意等 你們看完你們怎麼秉 我們今天才說 你們用這個方法秉 你覺得他肯不肯聽 還是純粹滿足了 你覺得 嘩 現在那些年輕人敢我 純粹滿足了那種法事 如果你純粹滿足了那種法事 你跟他那種法事 沒有分別 我不敢決定有沒有分別 可能他們就說有分別 你告訴我們有什麼分別 我不夠聰明 我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我只覺得你們兩方面在發洩 還有我也用同一種心態 同一種消費模式 去告訴我們那些畢業生 你們今天覺得自己很帥 有很多like 沒有問題 不要緊 如果你將來再看 你都會覺得 嘩 這樣很棒 而不是當下覺得很棒 我覺得 你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記住 那個不是一個梁振英的場合 甚至乎那個不是一個演藝學院的場合 那個是一個屬於畢業生的場合 當然你說 屬於畢業生的場合 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想法 一個答案 但是另一個答案 如果那個是屬於你的場合 那個是你的畢業點 你真的覺得我在那裡畢業 你是不是想一下 應該怎樣把這件事回到我那裡 而不是回去試壞那裡 是不是 我不明白 可能這裏去到這裏就是代溝 我就不理解 你落水藍 你落水天 你是不是理解他們做什麼 我真的想起剛才那件事 就是 現在的好處就是 透過這件事 其實上一和下一代 其實很多事情 連現在的上一代都不明白 我覺得某些事情就是 現在好了 現在終於就是透過這件事 大家去釐清一些行為價值 我覺得我們尊重那些什麼 兩邊都好 其實 那你兩邊狂秉完 或者大家互相撐完之後 那你們應該這個時候 坐下來談 究竟有沒有一個答案 都是一個互相掌進的 是的 這個才是Solution Channelsum的真諦 不是狂咒你 或者是支持這邊 還是不支持那邊 所以很難找人明白 你明白嗎 很難找人明白 老實說 我講完這段 可能會被人狂評 但我也打開車窗說良話 好像《今期君子雜誌》 大家亦都要認清背後的事實 就是演藝學院都有一個很慘的狀況 就是他很多老師 包括某些學系的頭都跟我說 不諱然地說 他只是這樣說 不諱然跟你說話 我們都很多畢業生 真的不夠競爭力 才進來演藝學院 我知道我這樣說完 不知道有多少演藝學院 學生會咬我 因為他說 我引述的 真的 不止一個人跟我說 很多進不了大學的 唯有去選取APA 當然 我也都很肯定 我也都認識不少學生 他們一開始就想 去讀演藝 不過香港未有演藝大學 所以他們都覺得不如去演藝學院 但是也都越來越多人跟我說 如果他真的想學好演藝的東西 就不如去薩凡納藝術學院 即SCAD SCAD 但是薩凡納就很貴 貴到現在說虧本 虧本到可能要被人收回 趕他出場 所以你說香港幾悲 真正在追求高水平 國際級的薩凡納藝術學院 SCAD SCAD 就可能輪不到 然後你要做一些便宜的 質素去到自己內部人 都有所懷疑 我不知道有多高 我不是在裏面讀過 內部的師生都懷疑 演藝學院在艱苦經營 會不會 種種樣東西加起來 有一種這樣的環境 從而有這樣的行徑 出現了 如果我們抽離看 會不會 那些學生都真的有很多怨言 很多屈結 用這種方式去表達 背後可能是 都是在說這種學習環境有所不足 這種學習環境可能還要有些改善 那樣東西我反而覺得是真的 在罵學生之餘 大家要去想的答案 如果我們說西九很重要 西九是香港的希望 西九甚至乎是 香港靈魂的救贖 因為我們沒有文化 靈魂的救贖 我們跟古靈湾那班討論過 來訂閘 警察 妹妹 班 班 ely